最近有一封由柔佛伊斯干达公主城市议员陈伟健所发出的中英双语公函 在柔佛政坛像是炸开了锅一样引起轩然大波 这份公函引起争议的点在于 它并不是用马来文书写 而是用中文和英文来撰写 这就让前大臣卡丽诺丁还有依亲团 他们抓到了把柄大肆的炒作一番 而柔佛苏丹呢在得知这件事件之后也大为不满 向市议员撂狠话 叫他要是不懂的话就辞职 还警告这名市议员下不为例 那今天呢有多个非政府组织和柔佛巫统成员 就拉大队到市政局外示威抗议 15名非政府组织和巫统成员 今天早上聚集在伊斯干达公主城市政局外 抗议行动党市议员陈伟健 使用中英文发出公函的举动 他们手举大字报并高喊口号表达不满 随后一行人也承交备忘录给市长 并促请对方采取对付行动 其中一名代表在致辞时表示 印马援助金有关的文告虽然没有使用中文 但是并没有构成任何问题 因此相关信函以中英文发出并不合理 同时他们也要求这名市议员引咎辞职 而身为风波事件主角的陈伟健 在会见市长之后 下午时分在行动党柏林区州议员 周玉豪的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 并对这段时间所引起的争议公开道歉 陈伟健透露 他已经写下解释信 并透过市长转交给柔佛苏丹 他也表明 要是苏丹要召见他 他将会亲自觐见陛下 解释这起风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